来自塞列一轮轮廓中共200岁的国秀学生 在塞列国财政会的赞助之下 来跟採点算买人需要和家业的本货用品 每一位小朋友都500元的金钱可以来买东西 在这条后,同财政会又准备小朋友最爱吃东西 要让他们带回去 所以小朋友大家是相当高兴 也很感谢塞列国财政会的爱心 让他们可以来看汽水车买的需要东西 一来到车店,小朋友就马上拿到拿 在来东西来走去 和老师当欧讨论,买这支笔还是那本朋友 看到这些东西可以当算,让他们是很快的过程 妈妈比较没有时间 妈妈比较没有时间在里面 所以趁这个机会,搞不好买这个 对啊,不然我以后就没机会了 就先补充自己没有文具 比如说,蓝笔 蓝笔什么等等 车店里面的小朋友,是来自大塞列地区的高兴 下心,营收参务的这支笔 听笑我们的小孩,北里董 学校的华董 是在塞列国财政会非常重视的部分 塞列国财政会,就是 他的总统就是照顾,日董 第一尤先,所以这几年 董政会相当的 杂根,扩大举办,西楼,欧伦,伦伯 听笑我们的小孩,欧童逛书店 后面还有那个,奖助协军 活动,每家学校都好 那个小朋友都反应很好 虽然有同学会的赞助,但是看得出来 小朋友是非常爱秀这五百块 买买之前就要想很久 才确定放在小孩里面 不过小孩来买东西的好方和订队 因为这是很好的教育模範 因为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很开心 平常可能没机会,家长也忙着工作 小朋友很开心,也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我们也很谢谢同机会 能提供这么好的这样的资源 那我们这些小朋友可以来这里逛书店 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社会 对他们的一种关心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培养孩子 有一个所谓的感恩媳妇的这种观念 同机会,每次在办的活动都很好 让那些小孩大家买得很高兴 五百块,真的买得很高兴 除了买书来的用品以外 同这会儿的更特别的准备是 让小孩早上去吃 大心的想法,让小朋友非常开心 有同这会儿的关系 大心在地区的留学孩子 真的是幸福 记者,林依林,蔡宏报导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